这首歌12年后终于火了 发布时无人问津多年后爆火的歌曲 凤凰传奇的《摄像夫人》 12年后终于火了 但其实不是这首歌当年不火 而是我们现在才知道它叫《摄像夫人》 同样蒙尘的还有万有引力 当年很北汪苏龙看好的一首歌却没有火起来 10年后却借着短视频的中风普遍全网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也很穷嘛 然后还去拍了MB什么的 然后去推也没红 也是10年之后也是通过短视频 然后也被大家认识了这样 张杰自己都说很冷门的歌曲 就是一个古装的歌叫听 那个歌是很冷门但是很好听的歌 在整年后随着电视剧狂飙的热播 作为高杰强的专属BGM终于迎来了新生 听你呼吸你的伤 听你心跳里的矿 听你怀抱的暖蜿蜒衍不上岗 听你眼睛里的光 听爱在耳畔发烫 我顶的七美地花了长达七年时间 才走进大众心里 从前人们只知水行记 无人知晓七美地 在看花照的黑 在我找的你 试探你眼睛 心无关无敌 想有它是我 尽有能温柔 也是我爱你的愿意 别人都只是一两首 但动了其大部分歌都是多年以后才火起来的 我很多歌都是过了几年才火的 为什么呢 多远都要在一起 是它2014年所创作的 经过了时间的漫长沉淀 终于在2022年大火 成为了大街小巷 人人传颂的神曲 我能习惯远距离 爱就失神不由己 宁愿欢的风雪这朝还能 遥远爱着你 还能克服远之为 多远都要在一起 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桃花弄》 当时知道的人不多 但随着最近翻成的人越来越多才被更多的路人所熟知 倒数这首歌刚出来时 反响平平 直到近两年 这首歌才成为了 叫好又叫做的经典好歌 或许好歌就像一坛美酒 随着时间的流逝 愈来愈唇香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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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